也想說趁這個機會跟大家就是做一些可能 也許未來可以跟CC的概念交流的東西 就是說我這次為什麼上次沒有來這個大使會 就是因為我除了在維基百科工作以外 我另外一個陣子是在中小學推可能是創意公民行動 創意公民素養這種東西 那最近這幾年呢 就最近這一年有一個國際組織叫樂師會 就是他原本是他中文翻的跟原本英文完全沒有關係 但是他就是Oxford Famine 就是可能就是200年前就是開始牛津那邊就有一群人 對飢荒這種東西感到關注 然後後來他就變成全世界最大的一個很大的幾個 就是扶貧組織 扶助貧窮的組織脫貧的組織 然後他們就是之前其實在 香港已經做了二三十年的 然後後來在七年前進軍中國 那最近他們想要跟台灣的NGO界有些互動 然後他就是來找我現在在參與的那個 我在台灣的同心創意行動協會 然後就是給我們一個四天的體驗營這樣子 那我得老實說我在那邊我看到的狀況是其實很多NGO的人他在從事社福工作 他在從事社運的行動 他在從事一些社會工作的時候 他其實完全不知道這邊也有一群人想要做同樣的事情 所以說像這幾本書啊完全都是香港的所謂的大家可以拿他去看 版權所有搬硬幣就 就是儘管他是一個就是他想要推廣就是很多公民行動的東西 對那所以說我大概也花三分鐘大概講一下我到底去那邊看了些什麼 就是說我在那邊樂師會他在香港的話 他就是他每年甚至可以募到上億元 然後都是那他在那邊主要有做就是類似紅十字會在做緊急急難救助的 在發物資給難民等等的 那跟他另外一個主要的業務是 呃現在這些都是他的教學手冊 那聽起來可以跟OER做一些未來的聯繫 對然後就是這些教學手冊就是在探討說 呃為什麼會貧窮 那其實不是為什麼會有有人吃不飽 然後呃有人就是工作工時那麼長 不是因為這個世界上的資源呃不夠 而是因為這些社會上的資源分配的不公平 貧窮來源於不公平 那所以說他其實是想要讓呃這個 如果是那一本的話他後面有聯絡資料就是可能不要 就是這頁了 不要對okok對 不要拍到他 對不要拍到他 對然後就是那 呃所以說平衡來源於不公平 所以說他主要香港的基尼係數也很高 那所以說就是他就是想要讓香港的學生們 呃還有一般人去了解到到底這個不公平在哪裡 對所以說他這四天來給我們很多的呃包含他樂師會自己有一個教育中心 那這個教育中心裡面透過大量的戲劇體驗的方式呃 呃來讓孩子們知道說呃我現在在香港 我可能我自己是一個很呃很可以吃東西買東西的人 因為我爸爸媽媽願意給我很多錢 那但是同時在你旁邊兩 呃可能 呃一百公里外就有一個在深圳的呃工廠 他那邊是十五歲就得不能上學 你得要呃做十個小時的玩具 那只是為了要拿來香港來賣給你 可能他做一個的工資是拿到三塊錢 但是他在這邊港幣賣到兩百塊 那呃所以說他想要讓香港的一般的呃 呃中學生大學生去了解到就是這個不公平在哪裡 那我們可以怎麼樣的更加關懷這些呃可能是民工 可能是在路上減食物資的老人 呃呃在那邊的回收體系其實做的也 呃政府沒有做花很多力氣在這上面做 所以說很多長輩呃他們大概有三分之一的退收長輩是呃在貧窮線以下的 在他們的貧窮線以下的 然後呃呃所以說都是靠呃不斷的支援回收的部分 然後所以說這四天其實有很多這樣子的體驗 然後那樂師會他也呃呃然後我也遇到了幾個 呃有二十位跟我一起去我另外還有十九個 在台灣做NGO的包含不知道有沒有人聽過人生百味 就是在做聖食的 嗯然後或者就是呃呃剩下來的食物他呃拿來再做成便當送給老人家 因為這些食物其實呃便利商店也沒辦法賣超市也沒辦法賣 就是隔天可能就過期了 那在這個很短的時間內他怎麼樣把這些 呃或者再把廚餘做再利用等等的 然後也有一些做國際國際志工交換的 也有一些做呃比方說那個以利國際或者是一些一些在台灣就是呃呃呃全處會 就是台灣有一兩百所社區大學他有一個全國社區大學促進聯合會 對的這個秘書長等等的所以說有蠻多的教育相關的在台灣的民間團體在這一次的旅行裡面跟他們去聊過 那大家其實對呃呃呃CC還有甚至呃怎麼樣用危機是感到好奇但是不會用 對就是說呃就是因為他們主要就是在很第一線的接觸他們呃呃帶人家去泰民邊境 然後有很多業務上面的交換 然後但是他們也會談到說其實很多這些比方說公平貿易這個概念 就是呃某種程度上被台灣的某一個呃呃在做公平貿易的機構壟斷了話語權 因為他是呃呃唯一把這個公平貿易翻譯到台灣的中 呃翻譯到中文維基百科的人 那其他其他人其實不太知道怎麼樣用 呃這個維基百科他不知道怎麼樣上去編輯是符合的 所以說他根本也不太呃呃沒有沒有機會去用 所以說呃呃那也談到說像剛剛講人參百味他們有在做所謂 所以他們現在也有類似黑客松呃呃但是因為他們關懷的是在路上就是賣口香糖賣賣呃呃賣衛生紙的這一種就是弱勢 所以說他賣他他他他他要辦的呃馬拉松會是呃一個月會辦一次好像叫做呃就是實呃那叫什麼啊路上 反樂嗎還是就是就是這種路上在賣的人他們叫做什麼我忽然忘記那名字就是呃呃就是這種這種弱勢 呃弱勢弱勢賣東西的人就是就是這種人的如何讓他們賣得更好的一個腦力激盪的聚會 那呃呃呃所以說他們會有一些呃呃去找最相關的研究比方說大致他做的研究啊或者是呃呃英國的设伯 英國的社福單位他做過關於呃呃呃這種路上呃呃可能沒有什麼技術能力的呃勞工 他的他的一些生活狀況的一些他可能想要把它寫成危機板科這樣子 那也有可能會去跟他們談就是如果有這樣子的內容 怎麼樣去更方便的放在維基百科上 或者是其他的共享資源上 然後那另外去那邊呢 還有一個跟CC可能比較相關的是 也去那邊去他們的香港的維基社群吃了一個訪 那明年是維基百科15週年 就是明年的1月15號還是16號 對那所以說大家有在討論要怎麼樣慶祝 或者是要怎麼樣再辦一個活動 讓大家更了解到開放媒體運動 開放知識運動的重要性 還有就是他的我們有沒有什麼內容可以出來 那我在那個時候就跟大家一起看有沒有吃飯的照片 這邊就有很多照片是 如果大家是我的好友的話就可以上去看 就是因為這個沒有真的公開給所有人看到 怕說有些版權的問題啊什麼的 對那我在這邊也有當天有非常多體驗的活動 然後我想給大家看我們吃飯的照片 大概也就五六個人 那所以說大家就討論說 因為在台灣其實已經有翻譯了幾本 如何編輯維基百科還有如何上傳圖片提供維基百科 還有如何分辨維基百科的條目品質 那這些呢 他的內容已經夠去申請ISBN了 因為他都是十幾頁十幾耶 那如果申請ISBN在台灣的標準是你要超過20頁 對那這三本我有打算把它就是變成一本 然後有ISBN的話 其實在圖書館就比較能夠key in 比較能夠見檔 那這樣的話台灣的圖書館都可以有一本 對那所以說這個東西 我現在只缺一本的PDF畫就可以搞定了 因為就是其他兩本都已經在上面搞定了 對那所以也許我們在 我們目前跟香港初步談到是 也許我們可以在那一天 他也發幾個新聞稿 那也許我們也可以在台灣也可以發一個新聞稿 跟大家講說有這樣的教材歡迎大家來多多利用 然後我們可以把它印成紙本 然後在網路上也可以有PDF檔這樣子 那就是跟大家講一下 雖然說這三四天我完全沒看讀書會該看的書單啊 但是就是好像也有一些不錯的東西 可以讓大家去推廣去開 去把CC的概念去把開源精神散播出去 那也很歡迎大家繼續在後續的話有什麼樣的機會來討論 把它搞搭兩岸更多人可以一起來了解 那我也會很期待 我沒有花太多時間吧 沒有 好謝謝大家 Yay